好的,我是杨瑞忠 这是我们谈IV 跟 Two-Stage Leadsquare 的最后一个章节 OK,同样的,他来自 Scott Cunningham 的教科书 Costal Influence Mixtape 我们前面谈了一些找寻IV 的方法 你们发现说,找IV 有时候非常的巧妙,有没有? Wooridge 说的,找IV 要Be Clever,你要聪明 OK 所以,大家就发现 有时候要找一个好的IV好像真的很困难 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 有没有一些大家常用的策略 可以帮我找到好的IV Scott这样写的,这么多年来 有一些IV strategy,有一些策略已经被广为采用 然后大家要觉得,好了,这几个策略还不错,可以值得继续用那样子 所以就是 他的教科书写了更多,不过我们今天先focus在这两个 第一个叫Lottery,第二个叫做Bartic OK,我们先来谈Lottery OK,这是有关于Oregon's Medicare Program 或者也叫做Oregon Health Plan 然后他有一系列Paper 比如说比较有名是Finckelstein et al 这篇发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年 如果你知道,这是经济学超级超级超级好的期刊 然后Backer et al 2013年,以及其他许多Paper研究这个东西 他在做什么? 在台湾我们有全民健保 所以每个人都享有健康保险 但是在美国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人没有保险 所以政府有提供一些保险 但你也保险当然是说 首先他可能是提供给低收入户比较穷困之类的 然后你要去申请那样子 OK,其中一个重要的叫做Medicaid 那当然啦,如果你不是低收入户 你有钱的话,你可能就会去保私人的保险那样子 不过我们现在管的是Medicaid 然后Medicaid从90代开始 他已经在Oregon Oregon是美国西部一个风光明媚非常美丽的州 我一直非常非常的想去Oregon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那样子 然后疫情起来了,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可以去 OK,在Oregon从90年代开始 开启他的Medicaid Program 但是我把它叫做Oregon Health Plan Standard 就我现在这边的Oregon Health Plan OK,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 他就因为财政的理由 他说好了,我们就专进服务之间 已经是我们现在的Enroe 我们现在已经引入到我们的Program的人 我们不接受新的申请者 然后在2008年时候 因为,嗯,这是选举的嘛 你懂的,选举的嘛 选举的时候就有人要撒币 撒币之后Medicaid就拿到一些钱 然后Medicaid就说,好,我们今天可以收更多人了 更多穷困的民众可以得到州政府的照顾 那样子 好,只要你年满19岁到64岁 然后你的收入 Medicaid是给低收入的 你的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 就联邦政府每年会公布一个标准说 你的年收入多少钱以下 我们觉得你是穷人那样子 这些人可以申请 然后当然 那个,你没有被已经纳入别的Program 你已经有保险,你就不要来乱了 我们要是那些没有保险的人 OK, they also had to be insured for fewer than 6 months and be a legal US resident 然后 那个,你要是美国公民这样子 当然嘛 因为就是 因为人家撒币是为了服务美国选民的 你懂的 The program was called Oregon Health Plan Standard Prize Comprehensive Coverage 如果你在美国 comprehensive的话 意思就是 不完美但还不错的意思 OK 然后 很神奇哦 在美国的保险有时候 意思说 你腿栓断了 他会让你去保险 但是他们保险跟 医疗保险 会跟牙医保险分开 会跟视力保险分开 这两个都很贵 相信我 在美国看牙医超贵的 然后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 大部分学生都会有一些保险 然后 很神奇耶 就是 我在 德州念书 在加州工作 这两个地方 在LA工作 这两个地方都不太会下雪 然后 然后 所以每年都会有一些同学 在冬天的时候 会跑去滑雪 圣地滑雪 因为如果你来自 博威下雪的地方 比如台湾 然后 台湾高山会下雪 但是你懂我的意思 然后 你到一个 博威下雪的学校念书 比如说 LA的USC 或者 College Station 的Texas AMA University 到一个 博威下雪的城市念书 冬天的时候 很多美国人说滑雪很好玩 就想去滑雪 我每年都有一个同学摔断腿 那是真的 然后我还记得说 我有一个同学摔断腿之后 他跑去Houston看医生 然后他 那个医生很贵 但是 因为他有保险 他要付得起 他后来跟我说 那是火箭队的队役 你看 我相信那医生超贵的 好 OK 总而言之 Medicaid会帮你提供一些 基本的保险 不包含牙医跟失利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就是 OK 州政府因为 选举关系撒币 所以他 expanding the access of public health 他说我今天 我从2008年的某一天开始 我开放申请 我开放大家来申请我的保险了 然后你申请的话 我会审核你的资格吗 看你是不是符合 我在这里提到的这些资格 你是不是收入够低 你的年纪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 然后 那个 然后你是不是没有被纳入别的 别的政府机构 或者其他私人保险里面之类的 我会审核你的资格 然后决定要不要让你纳入 那样子 我们说 我们这样做了 那 对 这些低收入的成年人 低收入的 19岁64岁的人来说 他的效果怎么样 是什么要关心的 OK 所以 我把时间解释给大家听 在COVID-19的情形 大家都懂了吗 有确诊者 我们就怕他不去筛检 对不对 不去就医 如果有确诊者 他不肯去就医 他每天在外面 啪啪灶 他可能会传染给非常多人 我们很担心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 我们希望所有生病的人都要来医院 但是在美国看医生这么贵 很多人会不去看医生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 拜托拜托拜托你来看医生吧 所以我们想知道说 我们把保险扩张 有没有更多人来看医生 你看 美国的国情不一样 这跟台湾完全不同 对不对 台湾我们担心健保滥用 对不对 大家有事没事就看一下医生 医生开了药给你 然后可是你嫌医生讲话不好听 讲得不好看 讲得太丑 护士小姐脸色太差 你第二天跑去别的医院看 然后别的医院开了一些新的药给你 就把本来的药丢掉了 那样子 对不对 台湾我们大家在很担心健保滥用 美国人很担心他不去看医生 好 我们除了研究 多少人去看 去进医院 之后我们研究多少人是 因为去看急诊 然后进医院 透过E-D 或者说 那些不是透过急诊进医院的人 OK 我们要怎么研究保险的 这个保险有没有效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 我们比较那些 In-RealEase跟In-RealEase 我们收集一群人资料 好 这群人 你有加入Medicare 然后你有多少人生病 有去看病 然后另外一群人 他是有资格加入Medicare 但是他没有去加入的 他可能嫌麻烦 OK 那他们有没有去看病 我们可以直接比较这两群人 然后 这 是不是 好的比较呢 你仔细想想 就会发现 可能不是 为什么 因为 我不知道大家也没有 跟政府打交道的经验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经验就是 因为 你可能 骑摩托车或开车 所以三不五十要去一趟监理处 对不对 验车啊什么的 或者说你考驾照的时候 然后 我相信 大部分人 跟公务员 打交道经验 都 不好 OK 没有批评任何公务员的意思 OK 如果 只是那个 可能 我认识的公务员本人 可能都是蛮nice的人 但是 有时候 制度设计的不是很合理嘛 也没有 所以公务员想要帮你忙 可能它也无能威力 它就是 你就是必须 先跑这个柜台 再跑那柜台 再跑那柜台那样子 很多人不想 enjoy in medicaid 是因为麻烦 谁会去enjoy in medicaid呢 需要的人 谁需要呢 讲不客气一点 谁会很 谁会比一般人更需要 医疗保险呢 容易生病的人 OK 你懂了吗 所以 容易生病的人 他本来就 比较容易去看医生 他也比较容易去 加入medicaid 所以如果你单纯比较说 加入medicaid 跟没加入medicaid的人 谁比较想去看医生的话 可能是有加入medicaid的人 一个理由可能是 medicaid给他良好的医疗保险 所以 两个人生病了 两个人都生病了 有加入medicaid的人 比较容易去看病 第二个理由是 一开始他会加入medicaid 就因为他比较容易生病 OK 好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IV 这个IV在哪里 这个IV在这里 在2008年 当Oregon政府大撒币要扩张他medicaid的时候 他做一个好有趣的事情 他说我们来办一个乐透 什么 他列了一个八万五千人的名单 然后在这八万五千人中 就是 来申请 那个 这八万五千人中 他随机的抽出了三万人 他说 嘿 如果你有中这个乐透的话 那你来申请 我们就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容易加入 不如那样子 你来申请的话 嘿 我们前面不是说 你必须十九岁到六四岁的人 才能通过一般申请吗 没有 你申请的话 你全家人都可以直接加入哦 然后只要你 四十五天内 把申请书递给我们 所以 抽中乐透的人 就会觉得说 我好幸运 然后 他们 他们相信 他们为什么要办这个乐透 因为他们相信 中了这些Lotary 我一直叫他乐透 其实他并不是真的乐透嘛 就是 你被州政府抽中的人 比较 容易 会 加入 Medicate 制度很复杂 不过就是 你就说加入的障碍比较低啊 然后我们没有去 我们取消那些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for pre-scripting 那样子 所以被抽中的三万人中 有一万人加入 你可能觉得这个比例不是很高哦 但是 他有 别的研究显示说 他已经比那些 没有被抽中的人加入 Medicate的几率高了百分之十六 OK 所以 他 会和 你加入 Medicate 有关 但是 你有没有被 州政府 随机 抽到 跟你 看不看病 有什么关系呢 好像没有 对不对 你有没有被州政府随机抽到 不会影响你 有没有生病嘛 你会不会感 你会不会感染COVID 所以 取决于说 你有没有做好防疫准备嘛 你有没有好好戴口罩 你有没有好好洗手嘛 你有没有避免出入 人多的群聚场合嘛 对不对 所以 他应该跟州政府有没有抽中你 没有关系 我们用 这个Lottery的结果 当做我们的IV 我们拿 是否加入Medicate 对 是否有被州政府 当时有被州政府抽到 做First Stage的Regression 得到是否加入Medicate的估计 的预测 我们把那个预测 带入我们的Equation 我们拿 你有没有去看病 对他 有多少人去看病 对这个预测 做Regression 得到我们的Second Stage Regression 这边的结果 我们如果相信OLS的结果的话 你会说 加入Medicate的人 比不加入Medicate的人 多了百分之0.5%的几率 会去医院 但是 Two Stage的Regression 这个数字是低估的 其实是百分之2.1% 我们说 百分之0.2%的人 会因为急诊的关系 有 重来 Enroe跟Enroe比起来 Enroe有更多 多了百分之0.2% 会透过急诊 然后进入医院 但是Two Stage的Regression 会说 其实真正数字是百分之0.7% 如果不是透过急诊呢 这两个数字分别是0.4%跟1.6% 所以Lottery是一个好的IV 如果我们在做任何的估计 所以你可以找 有没有什么随机的原因 让这些人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内生变数 在我们的内生变数是 你是否加入Medicate Lottery的结果会影响到 你是否加入Medicate 有的研究出高的百分之0.6% 所以我们可以找 有没有什么随机的东西 像Lottery一样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内生变数 只要因为它是随机的 所以我们相信 它跟我们Aerotum 比较不会有关系 可以当作一个好的IV 所以Lottery是我们要讲的 第一个大家会常常使用的方法 另外一个我们要讲的东西 叫做Bartic Instruments Bartic Instruments 又叫做Shift Share Instruments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哪里是Shift 哪里是Share 然后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 Timothy Bartic在90年代 用这个方法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我们同样的用例子来说明这个东西 假设我们关心的是Wage Equation Y是某一个YLT 某一个地方 比如说在L这个地方 比如说底特律这个城市 OK 在Time Period T 比如说在2000年 底特律2000年的时候 的Log Wage 重点来咯 不是一般Log Wage Native Workers的Log Wage 本地人的 在那一年在那个地方的工资 我们取Log 这边本地人什么意思 就是美国人 它相对于什么呢 它相对于Immigration 相当于移民 我们右边放的是 在那一年那个地方 有多少外国的移民进来 所以Bartic要研究的问题就是 移民进来 如果有很多移民到这边 很多外籍劳工到这边 大家可能就会担心说 这些外国人抢了本国人的饭碗 有没有 本国老人的薪水就降低了 就是Delta是负的 大家就很担心 OK 为什么这会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因为也有人认为说 就是大家在大一经济学的时候 都听过这句话嘛 然后传说 江湖传说是 凯因斯大人说的 就是十个经济学者有十一个意见 有没有 OK 大家都学过去 我后来发现 这句话并不是只有经济学者这样说 我现在读 在那种物理学科普出读到 有物理学者说 三个物理学者 如果你问他说 一些大的问题啊 宇宙从何而来啊之类的 或闲论啊之类的 物理学者有一句话叫做 三个物理学者有六个意见 OK 所以在任何专业都有那种 专家其实意见分成那样子 有没有 好 有有人说 外来的外籍劳工会让 本土劳工的工作增加 为什么 你看台湾的情形就可以想象了 我们哪些产业会引进外劳 通常是 高污染 高危险 高劳力 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 比如说建筑工地 建筑工地超级多外劳 或者我刚刚跟大家讲过 我当过海巡有没有 渔船上超级多外籍渔工 OK 因为跑船超辛苦嘛 因为建筑工地超辛苦嘛 很多人不愿意去做 所以 我们引进了外劳 所以 外劳跟本土劳工 在建筑工地 在渔船上 在渔船上 是 互补的 我可能我想要盖一个房子 某个建商要盖一个房子 但是因为我没有外劳 没有人要来帮我盖房子 本土劳工我请不起 没有人 我付的 我的香蕉只请得起猴子 我愿意付的薪水 没有本土人要来帮我卖命 所以 我可能就没办法盖这个房子了 我可能就没办法 我的船就没办法出海了 但是因为我们引进了外籍劳工 我们引进了移工 所以 对不起 现在大家的讲法应该是移工 但是比较古早的讲法就是外籍劳工 我有时候会不小心用到古早的讲法 但是因为我们引进了移工 因为这些移民 他们愿意做这些辛苦的 高污染的 高劳力的 高危险性的工作 所以 我这些移民来做辛苦的工作 我可能请几位师傅 比如说 我在盖房子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很专业 瓦斯管系很专业 电很专业 水很专业 这些我要请专业的师傅来处理 其他的一些辛苦的部分 我由外籍劳工来 我由移工来操作 我才能盖起这个房子 要是没有这些移工的话 我根本 这个project更不会发生 所以移工在这种情况下 反而推动了本地的经济和工资 所以Delta可能是正的 是负格是正的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估计这个东西 X不重要 X就是一些 什么 这个城市有多少人 他们这些人平均受 有多少男性 多少女性 这些人平均受多少教育 之类 会跟工资有关的一些变数 那样子 然后我要告诉大家 爱是内生的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这个地方的工资是多少 可能会跟这个地方的环境有关系 对不对 X是这个地方的一些公共设施 有没有捷运啊 有没有捷运啊 之类的 然后 一个地方 有没有这些公共设施 有没有捷运 有没有医院 也会跟 有没有移工移入有关 有没有移民移住 我讲移工 其实那个 法底应就是移民 有一个移民移入有关 为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墨西哥来的移民 你想要在美国追求更好的生活 你会想到一个连医院跟捷运都没有的鬼地方吗 了解了吗 所以 I也会跟Epsilon有关系 所以 我不能用OLS来估计这个东西 因为我的 I Immigration是 内生的 好 我怎么办 我要找一个东西跟I有关 但是跟 什么 Amenity 跟Y没有关系的东西 怎么讲 我们要用的东西叫Bartic Instrument 它长这个样子 Bartic Instrument有两个部分 Shift跟Share The Bartic Instrument 是建立了 By Interacting the initial shares Prior to the Contemporaneous Immigration Flow With National Growth Rate 什么意思 B 我的Bartic Instrument BLT是 Submission K from One to Capital K Z 乘以N 这边什么东西 大K是说 有哪些哪些国家的人想要移民到美国 你可以想象说 一般会移民到美国的 美国的移民最大宗来自中南美洲 比如说 墨西哥 比如说 我以前在 USC 工作的时候 我隔壁班 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是那个 我们 那位系的秘书 他来自 厄瓜多 然后 戏办的大大大秘书 相信我 任何戏的戏办 包括台下经理系 在台下经理系 曾小姐 就是我们的大姐 有没有 那种概念 我们的西班的大秘书 大家的大姐 来自韩国 就是美国有非常非常多的移民 然后K是说 我们总共有 从这K个国家来的 Z 是 The Initial Share 通常是我们 选定一个年份 一个古早的年份 1990年之类的 那一年 有多少 百分之多少 移工来自这个国家 百分之多少的移工来自那个国家 百分之多少的移工来自那个国家 那样子 M 是 the shift 或是说the change in immigration from country K 从DK的国家 比如说从墨西哥来的 这个国家来的移民的增加率 或者shift 他说的什么 然后来到哪里 来到美国 他说的事情是什么啊 他说的事情是 在1990年的时候 本来有这么多人 这么多墨西哥移民 来墨西哥移民 这么多人 有百分之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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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其中的 比例 Z 来到的底特律 今年墨西哥移民增加了这么多 在 Ceteris Peribus 在其他条件不变之下 应该要有这么多墨西哥人来到底特律 OK吗 ZLKT0乘上MKT说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 应该有这么多人 从K国来到美国 我把K从1到大K全部加起来 就是 如果 其他条件不变的话 今年我预测 有这么多人 会来到 底特律 但是 这个是我的预测 我们回到前夜 他可能跟我的I 真正那一年 真正来到底特律的人数 不一样 为什么不 不一样 我预测把他就不准嘛 对不对 但是他一定会 有关系 为什么 同样的 你要 你去过美国你就会了解 同样的 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 喜欢聚在一起 我一个朋友住在Atlanta 他跟我说Atlanta 充满了韩国人 然后 我在LA 待过一段时间 LA是民族中族 然后 你会发现说 LA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但是 比如说那个 LA有许多韩国人 他们挤在 Downtown的K-Town 大概第三季到第六季中间那样子 然后 然后 有许多的华人 这边华人 这边华人是广义的华人 包括台湾人 然后包括香港人 包括中国大陆来的 许多的华人 你可能会以为他们挤在 在 Chinatown 没有 Chinatown在Downtown附近 因为房价太贵 然后新来移民住不齐了 他们可能挤在Alhambra 之类的地方 所以 哪个 同样的 国家来的人 喜欢聚在一起 如果你去佛罗里达的话 佛罗里达就 非常非常多的Latino 非常多人来 主要来自 古巴 古巴人 喜欢移到佛罗里达 你打开世界地图 不用打开世界地图 你打开 每周地图来看 反正 古巴跟佛罗里达就是 一个海峡之隔 超级超级近的 你搭船下就到了那种感觉 所以 如果 其他条件不变的话 BLT 反映的是 美国的移民来到 这边的趋势 所以 按照趋势 我们本来就期望说 有这么多人来到 这么多移民来到 底特律这个城市 然后 这个东西应该跟 今天 真正来到这个城市的I 有关系 OK 这是ID的第一个条件嘛 它跟我的内生辩论有关系 第二个是 这个东西应要跟我的Aeroton 没关系 我说 B跟Aeroton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 它是由 Shift跟Share组成的 Shift是 美国今年总够多来多少个移民 它会跟底特律 或者跟LA 或者跟 迈阿米 会跟哪一个特定城市的公共建设 有关系吗 没有嘛 你移到美国是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吗 你不会跟 你不会因为底特律盖一条捷运 你就想说我要移民来美国 对不对 你会 你会因为底特律盖一条捷运来是 你已经来到美国之后 你要选择你住在哪里 你就会选择你要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有没有 所以NKT本身 可能跟每一个各自城市L 每一个各自区L的Aeroton没关系 ZLKT0呢 它更没关系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T0那一年的比例 它跟现在 你现在那里盖了一个医院 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那是1990年的比例嘛 你在2000年盖了一个医院 会影响到1990年 有多少墨西哥人来你这边吗 不会嘛 所以BLT跟我的Aeroton没关系 所以BLT可以当成一个好的IV OK 这个东西叫做Bartic Instrument 好 所以我们在这边已经花了许多时间讲 各式各样的IV了 然后接下来就 就是你的事了 在你的期末报告 你可以 如果你有内生性的问题的话 被CLEVER想到好的IV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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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